房车自律走世界老虎带你观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老虎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不是风景 大家看看这个 已经被碰裂了 我给大家分享要怎么样把它换下来 3月24号在加州圣河西 有辆车从旁边经过 就听得咣当一声 它的车整个碰下来了 它的镜子碰裂了 而我的只损坏了这一点点 看起来还是奔驰车 今天去奔驰厂 结果有这个配件 等一下我就给大家显示下 换这个镜 这个镜100块8抹7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这个难度不大 这有两块镜子 这块镜子是电动的 这个可以用手调动的 所以我就准备 把这个先换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搬下来 里面结构再看看 边看边干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看我是怎么换的 咱现在要扒这个镜子 这里一共有四个爪 应该是镶嵌到这四个地方去 里面四个螺丝 一二三四 然后把这个灯泡 逆时间卸下来 好 好嘞 换开新的 好 现在这个装上去了 然后把四个螺丝钉 再上回去 好 我现在把卸下来的四个螺丝 全部回味了 上紧了 把这个灯给它归位 好 现在把这个镜子放回去 现在把下面的镜子放回去 好 现在结束了 然后我通往电眼看看 亮了 看见没有一闪一闪 这个方向灯已经亮了 我调整这个时候镜子 能不能动 往上扬 往上扬 往往 动了 往下扬 往左 然后往右 好 这个键就换下来了 希望对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好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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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